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们相信为了拯救罪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所以我告白我是罪人中的魁首 主啊您告诉我们罪恶多的地方 也将更多的恩典给到我们 所以我再一次告白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主啊通过这次我们聚在一起 使我们相互劝勉磨刀刃 使我们领悟自己不足的部分 使我们获得智慧 求主赐予我们能力 使我们成为拥有明哲的人 从最小的部分 同我先做人 唯独我先成了人 我才能拯救自己的家庭 使我们的后孙越来越好 这时候我们能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使我们在这世上都做基督的仆人 来实现人类的和平 我们相信这次主一定使我们充满感恩感谢 使我们所有的人喜乐得到应许 求我主使我们一定做上帝的儿女 在这世上做上帝的儿女 活出话语来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首先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一定会更好的 祝愿您更好 一定会更好的 祝愿您一定更好 一定要更好 这圣诞节是谁降临了 为什么说这是好的消息呢 正是救主降临了 是大喜的消息 救主降临了 但是一到圣诞节来 好多教会不讲救主啊 甚至都不认识基督和主 都不认识基督主 就比如说我们去餐厅 本来是要去吃饭的 但是光去看 看这个饭碗长得什么样 这不叫餐厅啊 假的讲道就是这样的 基督主就是马太分一章一节 使我们找回家福 我们大家遇到困难 内心就很着急 很难过 那么我比大家多做悔改祷告 上帝的话也分明是能实现的 民事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而我的信徒们 我们信徒说不行 都陷入沉沦了 属魔鬼最终离开背叛基督 而上帝最讨厌的就是背叛上帝的人 一定会记录下来 把背叛的人都一一记录下来 我们找一下 以赛亚书三十章八节 犯了背逆的罪 背叛上帝的人 这样的人名字都会被纪念下来 为的是让我们都知道 背叛的下场会是怎么样 就是背逆的罪真的是很可怕的 上帝为什么让我们 把背逆的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呢 唯独救主使我们得救 唯独基督主让我们得救 还能背叛基督主吗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 民事记十四章三十三节 毁了自己 人生就像沙漠一样 背叛的时候就毁了自己的一辈子 儿女都变成不孝的孩子 生命节二十一章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以赛亚书三十章八节 第二 现今你去 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 写在书上 以便传留后世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写在刻板上 写在书上 大家往下读 有时间读到第九节十节的话 就是假的教徒 爱听好听话的人 背叛的人 背逆的人 不爱听上帝言语的人 这样的人的名字都会被纪念下来 然后传给后世 上帝说背逆的人 上帝最恨背逆的人 真言八章十二节 上帝的话语都是有居所的 那讲到都没有上帝的言语 上帝的居所 有些人讲到根本就没有上帝的话语 这几张几节的居所 甚至说有居所却没有连接处 连接不起来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上帝是活着的 而我们大家总说不行 这上帝的话语正是耶稣 正是上三位 那么我们到底错在哪了呢 就比如说两条电线要连接在一起 怎样才能连上呢 大家知道两条电线连在一起的时候 肯定是要连接 连接处要很结实的 连在一起 而且肯定还用透明胶来把它绑上 为的是防止这种电线生锈 那就一个道理 上帝的话语都是连在一起的 而我们却不懂得这一点 大喜的消息 救主降临了 救主来了之后呢 六十六卷圣经全部都是通过救主来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不懂得这一点 就都成了假的人 假的讲道成了假的信仰生活 上帝对付悖逆的人是很可怕的 犯悖逆罪的人 什么样呢 以赛亚说三十章九到十节 大家都可以读一下 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污秽的悖逆的人 犯了悖逆罪 不仅害死自己 也害死子孙三四代 在这世上很看重钱 把钱放在首位 真言二十二章一节 稍微有钱了 人就开始想出名声 就来找名分名誉 没钱的人也找不了名分和名誉 大家知道 海豚表演的时候 海豚表演了一次 就给海豚一条鱼吃 海豚不是爱听话 海豚是为了吃一条鱼才作秀的 我们人类如同处类一样的人 给了钱就工作 给了钱就听话 所以每次选举的时候 花费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自己参加竞选 然后自己还违背法律 那么我们不是指责这些现象 我们要领悟 在世上把钱看得很重 上帝创造了这世界之后呢 把这一切的财富 这些钱都已经给了我们 而且是白白地给到我们的 而我们要通过救主来得到这一切的财富 我们没有和救主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就得不到这一切呀 那这次我们聚在一起了 我们要走向哪里呢 有些人说了 这世上很黑暗 都是恶 恶在蔓延 说多么多么的不好 这种的想法都很白痴的 在黑暗 在污秽的地方 只要有一丝亮光 这黑暗就会离去了 所以在黑暗的地方 要做四阶段悔改呀 有些人说 哎呀这世界太不得了了 特别黑暗 特别乌黑 听着这样的话 我都不听的 只要有光 这黑暗有什么用呢 问题的关键是因为 你没有光啊 没有这四阶段悔改的光 祝愿大家得福啊 背叛离开基督的人 都会永远地记录下来 照着上帝的话 我们也要记录这些背叛的人 大家都警醒过来吧 我们大家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尤其是在我们东方 东方 在我们东方 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或者是在精神状态方面 把中国的孔孟子学说 推崇得最高了 而我们如果成了灭亡的处类的话 我们成了灭亡的处类 我们就特别爱听 灭亡的处类这样的话 属于动物的动物水准的话 就比如说 向父母尽孝心吧 谁不想尽孝啊 是自己做不到啊 我想尽孝 但是我做不到啊 那夫妻之间和睦 拥有幸福吧 我们都想幸福 但是我们做不到呀 我们做不来呀 而在这世上 不分辨 就去听一些 光有表面华丽丽的言语 所以上帝说 我们人类都是疯了的 传道书九章三节 只不过没有发作而已 其实人都是疯了的 我们成了灭亡的处类 就跟疯了的是一样的 讲话再复礼堂皇 都做不到 比如说拥有慈爱吧 怎样才能拥有慈爱呢 就比如说 好多人都上大学 为的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那相信每个人 都想成为优秀的人 什么才是优秀 好多人大学毕业了 或者拥有了博士学位了 博士学位 但是却不知道 怎样才是优秀的 真是一类人聚在一起 疯的人聚在一起啊 上帝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 我们只依靠祖上的财富的话 就走向败坏的 传道书七章九节 有些人 有些国家 依靠一个国家的旅游景点 只依靠旅游景点来维持生计 这都是走向败坏的征兆 我们大韩民国 没有地下资源 什么资源都很欠缺 但是在我看来 我们大韩民国的水 到处都是水啊 三面围绕着大海 那么 我们的江河也很多呀 鸭路江 图门江 图门江 还有天池啊 韩国都是水 到处都是水 那水是什么呢 水就是悔改 悔改 这水就是使我们得救恩的洗礼啊 彼得前十三章二十一节 所以我们大韩民国是非常富强 很富有的 图门江 鸭路江围绕在一起 白头山山顶上还有天池啊 长白山就白头山山顶上有天池啊 没有这么多水 在这世上说现在水特别的稀缺 而且我们人体里三分之一都是有水 三分之一都是有水 而这里说的水是什么水呢 上帝告诉我们 水是使我们受洗礼的标记 这洗礼是什么洗礼 不会再成为自己头脑里理论的奴仆 格勒西斯二章二十节 上帝现在是想给我们奇迹的祝福 给我们能力 圣经里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就是罪了 约安坟十六章九节 我们很想相信 但是呢圣经里说 一个同女生孩子了 一个储女生孩子了 这些话都不可信呀 我怎么可能相信呢 上帝又说不相信就是犯罪了 哇天哪 这是不是有点太勉强了 上帝很明确告诉我们 一个同女 一个储女 怀孕生孩子了 我们觉得这个很不可信 而上帝又说 你一定要信 你不信就是罪 不信就有灾难跟着 上帝的话语都是要通过救主基督来解开的 这时候才拥有信心 这时候我们才能阿门 我们呼喊阿门吧 我们身体上有疾病了 在医学上说我们得不到医治 那我们就会放弃 但是上帝说上帝能医治我们 诗篇一百零三篇三节 只要我们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了 我的疾病就能得到医治 只要上帝先饶恕我们一致的罪孽 然后再医治我们的疾病 所以世上哪有这么好的消息呢 不仅医治我们的疾病 大家和我现在 我们整天头脑的理论和想法 知识太强了 就不信上帝的话语 只有在我们教会里 有这样的责备 说世上的学问都是罪 雅各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假的教会绝不可能这么讲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是来招义人还是来招罪人呢 所以耶稣说 生病的人需要医生 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啊 耶稣是这样比喻的 那么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大喜的消息 救主降临了 救主只有一位 而没有救主的讲道 就成了假的讲道 就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 没有餐 没有吃的 光看这个饭碗 这不叫吃饭 大喜的消息 救主降临了 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四节 这救主是实现人类的和平的 从我们个人先拥有平安 一个家庭得到平安 直到这个国家得到平安 最终是人类得到平安 上帝为了让我们警醒过来 所以给我们问题 那有些假的教徒就这么讲 哎呀 我们非要犯罪 才能得到灾难吗 真言十三十一节 这是上帝的话语啊 是上帝这样记录的 我们犯罪了 就有灾难跟着 但是好多牧师 就不理解这句话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上帝要使用我们 救主降临 大喜的消息 救主降临了 上帝要使用我们 做基督的仆人 这是非常庞大的允许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 上帝要使用我们 指我们做基督的仆人 让我们做基督的仆人 那基督的仆人要有什么呢 要有上帝的奥秘 我们来找下 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 上帝的仆人 是要有上帝的奥秘的 基督的仆人 是要托管上帝奥秘的 而我们就不认识 什么是上帝的奥秘 结果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了 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 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 反而整天去 道用上帝的名称 整天利用上帝的名称 成了说谎的 就跟魔鬼的宗教 没什么两样 算卦的也找上帝 搞巫术巫婆的也找上帝 因为他们都认可上帝是全能的 但是却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就跟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就是跟当今的假的教会 没什么区别了 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指示 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 阿们 基督的仆人 要托管上帝的奥秘 那么当今的教会 有认识上帝的奥秘吗 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就成了假的了 所以我们大家 是多么的有福气呀 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奥秘 能和上帝实现关系 这多好啊 而我们呢 整天属魔鬼 整天有自己的想法 整天有理由 这时候就成了上帝的仇敌了 哥林多后书十章五到六节 所以总是我们自己走向败坏的地方 再怎么劝勉大家 大家也不听 这都是因为不受洗礼 没有受洗礼 成了魔鬼了 没有受洗礼啊 我内心属魔鬼的话 来到教会 也是给魔鬼拜祭呀 上帝不接受什么样的礼拜呢 跑到基督外边的人 跑到基督外边的人 哪怕在这里献礼拜 也是献给魔鬼的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 所以不做四季的悔改 没有基督奥秘的人 献的礼拜都是献给魔鬼了 好多人 有些地方 是很复礼堂丸的教会 在那里献礼拜 以为献给上帝了 但是没有做四季段悔改 结果都是献给魔鬼了 我们为什么不行呢 首先我们找一下原因吧 耶稣为什么选了彼得做仆人呢 彼得是捞鱼的渔夫啊 渔夫是在水里捞鱼的 所以我们需要水 水是什么 马太坟三章十一节 水是悔改呀 我们需要悔改 而这个悔改要怎么做呢 我们钓鱼的时候 用鱼竿钓鱼 是一条一条的钓 那么捞大鱼的时候 这个鱼网是三角形的 还是四角形的 所有的鱼网都是四角形的 我们做悔改 是要做四季段悔改 才能捞鱼啊 大家还是听不懂 听不明白 今天大家和我都嘴上喊耶稣 耶稣来到这世上 在这世上 耶稣来到这世上的这几年 都是永恒的上帝 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世上的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给大家讲这么多经文 大家却不做默想 大家不做默想的 就都成了假的教徒了 是毁了自己的人生 也毁了儿女 而且偏不爱上帝 还要去爱世俗 那么爱世俗的话 就和上帝成了仇敌了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 所以看您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就知道哎呀 你又背叛上帝了 背叛了上帝 不仅害自己 首先害死你自己的儿女啊 你再走向这种败坏的道路 行恶的话 自己就走向沙漠一样的道路 四十年之久都要辛苦 我们找一下 世事集十三章一节 哎呀牧师啊 不是说七年灾害吗 有七年的灾害 但是七年的灾害还不礼物的话 就要四十年了 四十年要辛苦受累 所以我们去 我们结婚找对象的时候 要找什么样的人 找有福的人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做四阶段悔改的人 才是有福的人 好多人始终不行 大喜的消息 首先是大喜的消息 旧主降临了 而大家没有喜乐 都不喜乐 甚至坐在这里 大家脸上还犯青色 脸上僵硬着硬邦邦的 这个喜乐不是我们自己 不是我们自己来乐的 好多人说 哎呀我在这世上 我每天多下五分钟 要好过五分钟做运动 但是大家也知道 一个旧皮带 一个旧衣服上不能 我内心都没有 我都没有喜乐 光脸皮子笑的话 只会加速我的苍老 加速我的疾病 所以好多喜气演员 为什么生活很惨呢 总是笑 怎么还不好呢 因为是心怀二意的笑啊 内心分明是很担心忧愁 内心都是魔鬼 但是光脸皮子笑 在座的各位也一样 稍微做四阶段悔改的人 热心做四阶段悔改的人 看着都很年轻 至少年轻二十年 昨天有位信徒就说 他和他的母亲去逛商场 好多人都误会 他们是不是一对恋人了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我们吃上帝的话语 是最好的补药 中国有很多补药啊 但是有基督主 这补药吗 世界的医学再发达 也不可能创造基督主 这样的补药吧 四十七十三章 一节我们读一下 一二 以色列人又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 非利式人手中四十年 阿们 四十年以来行恶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结果就被交在 他们的仇敌手中四十年 大家知道 一个王的眼睛都被挖出 都被挖出来了 一个王的眼睛都被挖出来了 被巴比伦人残害的时候 王妃也变得很惨 很惨的 那个内容特别的凄惨 我们也一样 好多人说 我很努力刻苦 我怎么还这么不顺利呢 因为我们身上都带着 祖上的罪恶 却没有做悔改 无论是我自己犯罪 还是我祖上犯罪 使我遇到四十年之久的辛苦 那怎样才能抵挡这样的 怎样才能预防这样的灾害咒诅呢 我们不是贬低别人 我们要领悟唯独上帝的话语才能为我们预防这一切 把一切不好的改变成祝福 使我们越来越好 这正是救主来了 我们呼喊阿门 这正是救主来了 救主来到这世上 给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大家都是做四季段悔改的人 大家都略微地做了四季段悔改 我们找一下约约纳说二章九集 耶稣为我们显的神迹 唯独是约纳的神迹 耶稣是主啊 耶稣就是基督主 大喜的消息 救主降临了 就是这位主 我们这次领悟 我们为什么一直不行了呢 我们一起来改正 师母就告诉我 有体系化 讲的体系化一些 马太弗一章一节 先让我们找回家谱 是从 先找回我们的根 从救主开始 有些信徒 或许就在这个四十年辛苦中 我们国家被日本人侵略 就是四十年之久啊 当时的韩国女性 几乎都被卖身子了 都被电辱了 所以我们国家大部分都是混血 这不是什么好事啊 都跟动物一样了 不属于人的 而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们会变成人呢 所以相信我们国家一定好 我们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国家一定能活 一定能得救 上帝说在基督里 就不会再过问我们的过去了 别再过问过去了 我们大家坐在这里 哪怕五分钟前 一个小时之前 我内心还有创伤 我头脑还有不好的想法 不好的纪念 不好的纪录 只要我进入到基督里来 这一纪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们好多人想忘也忘不掉 但是我做了四季段悔改了呢 过去的事情就跟别人的事情一样了 就是那魔鬼不会再来搅扰我 使我们得到自由 通俗一点讲 精神病能得到医治 大家不要以为得了精神病有多么 有多么奇怪 我们祖上为了越是富有的祖上 就是去算卦呀 跳大神啊 结果导致儿女们都患精神病 以赛亚是44章25节 以赛亚是44章2425节 我们为什么会变疯 都是因为算卦呀 跳大神啊 有钱的人都去算卦 都找人跳大神 所以好多有钱人家 都会出一个疯子 都是因为曾经算卦 算得太多太严重了 他们是为了好事才去算卦的 结果都疯了 比如说一个家庭有个疯子 那说明他们家庭 家境曾经很富有 所以不要觉得这是多么不好意思的事情 那我家孩子还没疯呢 那你这个罪还没积攒到一定程度 比如说一个罪非要积攒到100个罪的话 才能疯 所以医学上有个统计 过了一个代 过了几代就有一个疯子 哪怕现在我们总是做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情 那我们也会变疯的 我们赶紧领悟过来吧 而唯独全能者耶和华上帝正确的诊断这一切 到哪都没有这种的诊断 我们去医院如果没有正确的诊断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上帝的话语这样精确的诊断我们 我们却不爱听 相信我们今天还是能行的 约拿书二章八到九节 约拿书二章八节读一下 一二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 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出于耶和华 阿们 耶和华吩咐于 于就把约拿吐在汉地上 阿们 这世上的自然界 三罗万象 一切一切都是由耶和华来主宰着 无论是大海啊 波浪啊 所有的一切 都是由耶和华来主宰着的 科学再发达 计算机都无法精确的算 根本就不可能算 一个大海里的波浪 波浪的频率 因为这一切是由耶和华来主宰着的 耶和华所做的事情 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唯独能听耶和华声音的人 会听得很清楚 索多玛阿摩拉城被灭绝的时候 唯独一人 上帝把他捞出来了 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 上帝会拯救一人的 就举个例子 我突然肚子疼 我就想去洗手间 结果我就错过了这辆火车 结果这火车就遇到事故 脱轨了 无论用什么的方式 上帝一定会拯救一人的 唯独拯救一人 唯独一人能被拯救 救主来到这世上 我和救主实现 确立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能成为一人 一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而大家为什么整天有想法 整天抱怨 整天有理由 成了头脑的奴仆 就成了魔鬼的奴仆啊 上帝告诉我们 大喜的消息 救主来了 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允许 而且告诉我们 当一无挂虑 菲利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跟大家讲了也很多次 所以我瓢牧师真的什么都不担心 所以我的师母 师母就说 哎呀 您是不是天生就这样 以前我是很假 但是现在我是真的不担心 约拿说二章八节九节十节 我们读了 我们大家读的时候 好像没什么感觉 而耶稣呢 耶稣呢 耶稣呢 耶稣亲自说 这六十六卷中的神迹 唯独是约拿的神迹 向我们显现 耶稣唯独显的神迹 是约拿的神迹 马太福音十二章 三十八到四十一节啊 我们读了约拿说二章八节九节十节 也就是说我们去餐厅 说哎呀 这个餐厅 这个餐厅的装潢装修好漂亮 但是填饱不了我们的肚子 最终我们要吃饭 这个饭吃一下肚子里 我们才会饱 而我们不知道上帝的话语 我读了之后也不知道 吃什么 六十六卷 全部这圣经 用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大喜的消息 救主来了 救主就是基督主 基督主是让所有的人 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的人 都能得到喜乐 无论我现在身患疾病 或者贫穷 或者我的命运很不好 很糟糕 或者我身患了麻风病 上帝说改变 上帝会为我改变成喜乐 夫妻关系不和睦 儿女不听话 没关系 上帝会为我们改变成喜乐 所以这个多感谢呀 多么感恩感谢呀 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 更感谢的了 世上哪里有这么好的感恩 感谢呀 而我们大家不感恩 也不感谢 所以说明我们自己出故障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有个人从乡下去首尔 看他家儿子的家里 水龙头 有两个水龙头 一个是蓝色的 一个是红色的 蓝色水龙头就有冷水 红色水龙头就有热水 然后这父亲就买了很多水龙头 回到乡下 但是却没有热水呀 我们就是这样 光模仿表面的 这父亲光买了红颜色的水龙头 去回到家里 回到回到家里 接在水龙头上 能出热水吗 因为他在儿子家里 看得很清楚 哎 红色水龙头就就有热水 怎么回到家里来接 就不行呢 这就是光看表面 就是光讲表面 这就是假的讲道 没有基督的讲道 就都是这种假的讲道 如果上帝让我们抓靠一句话语 我们需要抓哪句话语呢 是第九节 第九节话语是最为重要的 哎 第十节不是 也很好吗 只要我们做到了第九节 我们自然就能得到第十节的祝福了 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九节吧 大家不要再抱怨了 不要再说不行了 不足的仆人物 我们读了圣经话语了之后呢 就比如说人参特别好 我们去采人参吧 我们能随便去一个荒野地方 去采人参吗 一定要找对地方才能去采人参 而且不是光去 还要把它采出来 采出来我还要吃在嘴里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一定要是吃在嘴里的话语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非要这样讲 大家才肯明白吗 有很多人生 再多的人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要吃下去 救主 大喜的消息救主来了 这就是我的粮食 生命节八章三节 我今天看了基督教电台 也听到了很好的消息 赞美诗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我第一次听说 上帝的话语是我的粮食 我第一次在基督教电台 听到这样的声音 但是一定要做四季段悔改 上帝的话语才能做我们的粮食 我们不做四季段悔改的话 上帝的话语成不了我的粮食的 所以不做四季段悔改的话 说的就都成了谎言了 那么这第九节 我们来读第九节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感谢发自哪呢 我们则四季段悔改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感恩感谢 四季段悔改改变我们命运 而最后一个四分之一就是感恩感谢 我们感恩感谢了才能和主有关系 而大家呢整天不感恩不感谢 或者说限了感谢 也只限一丁点的感恩感谢 就比如说100伏特的电需要粗的电线 还是细的电线呢 我们完整地做了四季段悔改 最后一个四分之一是献感恩感谢的 当我们感恩感谢是献给主的 我们感恩感谢献给主 主就帮助我们和我和主之间就有关系了 能确立关系了 有时候有些人给我一些零用钱 而且我们帮忙的时候 右手帮的左手不知道 我们从来 我帮人的时候从来不帮 我帮人的时候从来不留名的 但是遇到事情的 有些信徒非要献感谢才能得福的话 我就先替这个信徒献了感恩感谢 而我们大家从来不这样做吧 心里很惦记钱 很心疼钱 拿钱的时候 不敢拿大的纸币 非要找小的纸币 所以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心思 上帝是都知道的 我们做了悔改 却不敢而感谢 结果就毁了 毁了自己的人生了 耶稣向我们显的神迹 唯独是一个神迹 就是献感恩感谢的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们通过基督的血 做了细节段悔改 要和主 缺离关系 所以我们向主献感谢 因为在鱼肚子里 越南没有钱 在鱼肚子里 越南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给不了上帝 所以 越南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献祭于主 给主 我所许的愿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向主献感谢 而我们大家 却不献感谢 一根电线 再长再长 也要继续连下去 连接下去 我们感谢给上帝 我们感谢给主了 我们才能得到 主的帮助 而我们大家 却不献感恩感谢 或者感谢太少了 第九节 我所许的愿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然后紧接着就告白 救恩出于耶和华 只有耶和华能拯救我 以赛亚书43章11节 直接就得救恩了 这救恩是我们大家 在这世上最终的一个目标 救恩 救恩就是一定要去天国的 什么是救恩呢 我们找一下 彼得前书一章九节 这救恩 救恩就是信心呢 信心的终点 就是救恩 我们好多人说 信上帝 在基督里 使我们得到信心的礼物 我们做了四季段悔改 得了信心 最终是让我们去天国的 如果不能去天国 那信心就不叫信心 是假的了 信心的终点是救恩呢 大家和我的终点 一定是要去天国 要得救恩呢 我们不感恩不感谢 就会有抱怨 有理由 总发愿意 整天背地里说别人 有妒忌猜忌 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心 总在出现 然后就沉沦了 而上帝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行恶 上帝就给我们四十年的灾难 而且任凭我们不管了 就任凭我们不管了 那这种的人 这种生活 多可怜 太可怜了 今天耶稣向我们显的神迹 是什么呢 救主来到这世上的神迹 就是向上帝 向主献感恩感谢 这时候 我们和主确立关系 一定要通过感恩感谢 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才能去天国 得救恩 彼得前书一章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并且得着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阿们 好多人来到教会 说信 信心是什么呢 一定要去天国 才说你有信心 那么 只要去天国就行了吗 耶和华 主宰世上的一切的事情 所以耶和华 解决我们所有的事情 而且是越来越好的 只要我们感谢主 我们就绝对不会受亏损的 这么好的应许 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应许 这么好的事情 我 嫖牧师 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爱 领受上帝的爱 就能真实的爱人如己 我嫖牧师可从来没有说 把这些都藏着掖着 不分享给大家 如果我藏着掖着 不分享给大家 我就是个假的牧者了 所以我嫖牧师 就多做悔改的 比大家做更多的悔改 祷告 而大家呢 给大家传了 大家还是不领悟 也听不懂 第九节呢 好多人就以为那光去天国就行了 但是我的现实情况是在鱼肚子里呢 可怎么办呀 以为在鱼肚子里挺好的吗 过不了三天 这鱼肚子里的胆汁啊 就把我的眼睛都腐化了 没过多久 没过多久 我整个肉体就一起都融化掉了 这痛苦是非常难忍的 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 尽管那么痛苦 越南海感谢 而鱼听耶和华的话呀 大海海底里的鱼都听耶和华的话 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忧愁了 无论什么样的问题 今天都是能行的 都能行 只要我们感恩感谢 这一切都能行 我们呼喊阿门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允许啊 我们以为 只要我们得救恩就可以了 这信心只是出发点而已 得救恩才是最终的终点 而唯独敬畏上帝的时候 才能得救恩呢 那么在鱼肚子里 光感恩感谢吧 那就能去天国 结果呢 能去天国的祝福 也能解决我眼前的现实问题 大海的事情 海底里的事情 也能解决 耶和华能主宰一切一切 科学再发达 人类也不可能预测 这些海底里的事情 海底里的地震 科学至今没有研究 研究不来的 海底里的水 人都无法预测 那海底里的鱼 人更不能预测呀 尽管这样 耶和华都能主宰这一切 我们得不到是因为 我们没有真实地 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没有遇见帮助我们的主啊 那么我们今天领悟一下 我哪个环节出错了呢 是哪个方面我出错了呢 无论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的问题 都是符合成你这句话语的 钢琴最高音和最低音 里面包括了一切的音符啊 耶稣在这里讲话 讲得很含蓄 而且很有暗示 而且耶稣拣选的是渔夫彼得呀 但是我们捞鱼的时候 这个鱼网一定要沉到海底 才能捞出一堆鱼 任何人任何民族都能得救 都是能行的 大喜的消息 救主降临了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应许 我们呼喊阿门 约拿说二章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耶和华吩咐鱼 鱼就把约拿吐在汉地上 阿门 这讲得多么的具体 而且很精确 很含蓄的暗示 耶和华命流于 耶和华吩咐鱼 耶和华主宰着我们这世上的生老病死 其他宗教不可能吩咐鱼啊 而在这里 耶和华很分明 很明确地吩咐鱼 那么当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当我们感恩感谢地献礼拜的时候 这时候就得救了 无论什么样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这喜乐的消息 我们都要得到这喜乐的消息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一定要阿门 祝愿大家更好 改变命运 这次我们复兴会 就是 这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感恩感谢 一定要感恩感谢才能确立关系 如果没有确立关系的话 不仅得不到救恩 还害死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三四代 就成了恶的道具了 被使用成恶了 而今天都要改变这一切 那么大家还不喜乐吗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真实地真切地做四季段悔改 感恩感谢的时候 是能行的 这多感谢 我们赶紧感谢 把今天顺从上帝的话语 感恩感谢 然后得到这祝福 祝愿大家全得到这祝福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现在开始来做四季段悔改 来领受这祝福 我们一起来呼喊主啊 三次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祷告 要多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祷告 为这个人类的和平要祷告的 就比如说一个仆人 在A的领域 那还需要在A的领域继续学下去 那在各个其他的领域 要继续地学下去 那等训练好了 那就能总管一切一切领域里面的工作 大家和我能为人类的和平做祷告的话 在联合国整天讲人类的和平 但是本身内心自己都没有平安 整天要开会 需要开会 那自身都不平安 怎么能实现人类的和平呢 人类的和平到底是什么呀 首先我内心拥有平安 才能为人类的和平做祷告 上帝劝我们 上帝要求我们 要为人类的和平做祷告 这是多么好的允许 是多么好的祝福啊 上帝的话语 分明是实现的 一定是有应验的 今天开始 大家和我就进入到复兴会的状态来 我们一起来得到医治 得到改正 越来越好 把好的祝福留给我们的后孙 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我们一起来呼唤主啊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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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 我们真实的感恩 感谢您 我们下期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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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